今年頭10個月就有超過35,700輛新登記私家車 其中64都是電動車 那充電位是否足夠支持呢? 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环 星期二在網誌表示 政府已經批出超過78,000個電動車停車位 其中3萬個已經落成 未來所有新建樓宇的停車場 充電位將會是標準設備 加上資助私樓安裝電動車充電設施計劃 政府建築物亦計劃在未來3年增加7,000個充電位 他有信心全港充電停車位的總數 可以在2027年年中前增加到大約20萬個 不過提提大家 今個月底開始 政府停車場的電動車充電服務 將會交給市場營運 維芳停車場及堅尼地城停車場 將會率先開始收取充電服務費用 其他停車場都會逐步收費 謝展环認為 未來的公共充電服務 將會帶動一個生產業出現 成為實現2050年碳中和的其中一個部分